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 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凯文·杜兰特将在周六与凯尔特人或周一太阳队的比赛中回归在NBA的选秀上 状怨榜眼以及探花都是球员们梦寐以求的顺位 甚至可以说 一旦进入了前三顺位中 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巨星的行列 关注度也会大大增加 但选秀也绝对不能决定全部 历史上的水货状怨也是数不胜数 但在前三顺位中 大多数球员还是能够在NBA打出一番名堂的 近日 美国媒体就近20年的榜眼就进行了排名 首先 在这份排名中 排到第九名和第十名的分别是比斯利和奥卡夫 两人能够进入这份榜单还是没有太多争议的 虽然其职业生涯都没有能够获得太高的成就 但都曾在NBA打出过高光时刻 奥卡夫生涯以强悍防守著称 是著名的两双机器 并且获得了最佳新秀这一荣誉 而比斯利在CBA也成就了一段传奇 因此 两人绝对算不上是水货 莫兰特和鲍尔则是分裂在第七和第八的位置 虽然两人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 但显然能够看出鲍尔上线有限 排在第八的位置没有任何争议 甚至可以说有些偏高 莫兰特仅仅排在第七的位置 显然就有些说不过去 毕竟目前他是灰雄的绝对核心 虽然不像同届状怨西安一样经验 但二年级变能场均拿下19加7的数据 清秀赛季对比库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莫兰特未来很可能是一名全明星常客 排在第七的位置显然有些被低估 排在第五名和第六名的则分别是英格拉姆以及拉萨 两人都是胡人培养出来的球员 并且都曾入选过全明星 未来也很有可能再次入选全明星 甚至是全明星常客 不过单单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两人在这份榜单中排在第五名和第六名的位置 是非常合理的 相比英格拉姆和拉萨 奥拉迪波能够排在第四的位置 就显然让人有些不紧 毕竟职业生涯至今 奥拉迪波也仅仅入选过一次全明星 并且如今还没有能够在伤病的阴影中走出 状态相比受伤之前大幅度下滑 因此他的未来也是一个未知数 相比还未迎来巅峰的拉塞尔和英格拉姆 奥拉迪波应该处在更靠下的位置 前三名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分别是杜兰特阿尔德里奇以及拳王泰森 三人无论是同荣誉以及实力等各个方面 还在前三名的位置 都是无可争议 特别是凯文杜兰特近二十年以来 除去詹姆斯之外 甚至说杜兰特是最好的球员都不过分 而在防眼这个位置上 恐怕近二十年来根本无人与其相比 因此美美的这份排名榜 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合理的 文言小白 安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阿老板